好 瑞北国小推动民族文化教育 结合万荣乡家庭教育中心 以及东光文建站 在今年2月份 散播了一名的小米田 依照布农族小米传统 除草剂 蛆鸟剂等 农耕碎食记忆之后 小米田成熟风秋 学童跟部落的家长 也共同来夏田采收 享受文化教育的 丰美果实 今年2月份播撒的小米 在历经小米除草剂 与蛆鸟剂等布农族传统 小米农耕碎食记忆后 瑞北国小师生与部落齐老 一起下田 安静采收着一串串 丰美的小米 不能往左边 一定要用右手机 隔壁的 你放在它 左手机 在布农族长辈的叮咛与教导下 学生们遵守采小米的规则 由左往右采收传送 看着一串串饱满的小米 学生心中满满成就感 我学到那个 怎么把小米跟那个 很好吃 把玉米 好温 为什么 第一次来采玉米 不仅是采收小米 布农族人递进其力的观念 在小米田四周种下玉米 地瓜等农作物也已成熟 让学生们的这一堂民族文化学籍课程 成果丰硕 满载而归 那个小米有的大大鱼 有的小小的 有的坏掉的 然后阿公阿妈会教我们讲母语 瑞北国小结合万荣乡家庭教育中心 东光文件站 以及部落社区 推动民族文化教育 今年二月份 拨撒这一亩小米田 全程遵循布农族小米 农耕碎食记忆 来实践民族文化的学习 校长感谢社区部落的文化支持 也肯定学生们的努力 应该说这种课程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是希望 让小朋友能够更贴近自己 原本的文化 所以小米是跟部落组非常有关系 那我们当然要让这样子的生活课程 放到我们学校的校定课程 这样孩子才不会忘记自己是部落组吧 辛苦播种者必流泪收割 瑞北国小这一亩 20平方公尺面积的小米田 在学生与部落齐心努力工作下 长出了民族文化教育丰美的成果 校方与部落齐劳也一致达成共识 希望下学期能在社区扩大办理 不但校长说 持续实践 永续推动民族文化教育 记得石玉兰最络采访报道